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事还没完 北京朝阳区警方17日晚通报 已经对李浩石立案调查 根据中国的法律 李浩石可能最重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看24小时不到 这个事情又急转直下 已经到了要入刑的一个地步 那今天我们接着再来说说这个话题 我跟老领导打电话了 我说哎呀 这个事至于搞成这样吗 老领导您看这个节目是不是觉得他侮辱解放军了 老领导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 这个节目里根本就没提解放军 严格说来这事和解放军其实也没关系 那我说你啥意思啊 怎么叫和解放军没关系 他不就是在侮辱解放军吗 领导说不对 你要看这个口号是谁提出的 那是我们的一尊总书记习近平在视察军队的时候 完整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大家看了没 老领导目光就是毒了 他说这事和军队没关系 关键是这几个字 这几句话是谁说的 如果当年习主席说的是农民 那你今天用这个来开玩笑 你就是侮辱农民 这和军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 啥文化 就是未尊者会 有一种罪名叫僭越 说的更明白一点 如果习主席在某次谈话当中 说过一根鸡毛的事 任何人都不能再讽刺鸡毛胆子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东西 像一根鸡毛 像一条狗 他只要是圣上发过指示 他的意义就完全被一样了 这个事情早就有端倪 你们在海外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very naive 你们就没看出来这个趋势吗 中共一大绘制博物馆里边 供奉的文物里面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普通的茶杯 是因为习主席来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他的目光所致 他看过这支茶杯 你看 所以就被摆进了陈列贵 成为了极其贵重的文物 叫习近平总书记 瞻仰中共一大会指时 端详过的茶杯 你看 目光所致都是圣物 那他说的作风有良能打胜仗 他亲口说的那更是金口欲言 别人都不能轻易再用这几个字 你更不能在脱口秀 这种不太严肃的节目里 来提及这些事情 我一听 哎哟醐灌顶 我发现跟老领导打电话打少了不行 至少得一星期打两到三次 才能理解事情本来的面目 所以昨天这个节目 虽然不到24小时 我们就收获了一万多的收看量 我相信今天这个节目会脱破五万 因为我自己把自己 昨天那个节目给他颠覆了 给他超越了 这事和解放军没关系 虽然西部战区 他的微博号竟然也出来亮相了 你看 一个战区的宣传机构 也对这么一个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讲的一个品位不高 一个不是雕琢的特别好的一个笑话 动了真怒 你看 他们来亲自怼这个李浩石 而且用词很萌 说如此脱口秀 自这边很生气 这里边这个讲的一些词语 就特别有意思 联想也特别丰富 说我们啊 这个我是一名军人 这估计是这个微博的小编 多次参加过士兵演习 强险就在边境斗争 自以为内心足够强大 对多元文化也足够包容 但我看到这种蠢货 就是指house 这种无耻言论 还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挑衅 侮辱和激愤 这里面就后面呢 用了很多侮辱性的字眼 就不再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军队自己也出来冒泡 把西部战区这么一个高大上 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 和这么一个二十来岁 少不更事的乳秀未干的 脱口秀演员联系在了一起 那我接着就请教老领导 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这海外 就是这么笨 就是信息这么闭色 就是这个领会不了 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个不大精深 他说 给你八个字 学习永远要在路上 学习永远要在路上 我会把这几句话都记住了 我也把这个学习永远要在路上 这八个字 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你如果从事 新闻 法律 文化 音乐 舞蹈 这种涉及到创意 涉及到你脑子里 要有自己想法的这种职业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一旦有自己的想法 就有可能 僭越 现在是一个万物皆可辱华的时代 你脑子里只要有自己批判型的想法 只要能看出事情的荒谬感 无理感 你就可能犯上 一定要小心 学习永远要在路上 老领导说 我也有过教训 我说老领导 你有啥教训 他说 我跟你这把年龄的时候 刚参加工作在北京 那时候正是六五六六年左右 大家都在 比一个事 比什么呢 就是谁对最高指示 领悟的最到位 宣传的最积极 落实的最彻底 当时所以一旦有最高指示传出来 掌声雷动 群众赶紧上街 敲锣打鼓 开始游行 拥护最高指示 欢呼最新的最高指示 出台 谁在这方面 哪个单位 在这方面做得好 面就是领导特别有面子 群众也觉得特别有面子 他们单位是知识分组居多 隔壁是一个这个计创厂的工人 职工 但没想到最后凭锦标 凭拿锦旗的时候 他们这方知识分子竟然输给了这个计创厂的工人 家属 为啥 是因为1965年的时候 毛主席写了一首词 叫鸟儿问答 念奴交 鸟儿问答 我把这个词干脆给大家读一遍 说念奴交 鸟儿问答 昆蓬展示九万里 翻动扶摇扬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成锅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下岛烹尖阙 怎么得了 哎呀 我要飞跃 借问军去何方 鸟儿回答 有仙山穷格 不见前年秋月朗 定了三条家规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哎 这是习主席 这个这个毛主席啊 当年 1965年啊 写的一首词 哎 人家在中南海有路子的 马上把这首词传出来了啊 工人群众立马欢呼 开始上街 长安街上 人山人海啊 但是这首词里头 到底引用哪一句放到这个标语上 放到这个这个标语盘上呢 哎 这帮知识分子啊 还在那琢磨呢 人家计划厂的工人职工啊 三下五串 最后几句能看懂的 写到牌子上 赶紧上街了 抢了先 写了那几句 就是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许放屁 整个大街上 大家欢呼啊 毛主席说了 不许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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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因为这个事情 人家这个赢了啊 这帮知识分子为主的单位输了 所以领导提的字 领导说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 一个字啊 顶一万个字 一个字啊 都值好几万美金 实际上不值几万美金 你看这次 这个李浩时 说了八个字 啊 效果文化被罚了一千多万 那这一个字值多少钱 值大了 啊 值大了 所以啊 你们啊 对 习主席说过的话 写过的字 端详过的茶杯 甚至用过的马桶 啊 尿壶 你们都得 非常的尊重 不是表面上尊重 要从心眼里 去尊重 那都是 散发的圣洁伟大 光荣正确光辉的 这些玩意儿 啊 你如果没有这种念头 你就不要从事任何文字表达啊 这种东西相关的一些行业 那我被老领导训了半个多小时啊 我也有点不服气啊 我说 还是这帮人有问题 你说 同样是搞这个搞笑的文学 啊 同样是这个搞笑艺术 是吧 人家相声 怎么就没事 还能接着说 啊 就是这个透口秀 给整发下了这次 啊 林导说 还是不一样 啊 首先 相声是个传统艺术门类 啊 你不能把 有人因为有人说的不好 你把相声这个门类给取消掉了 这不行啊 这显得动了国家的国本啊 动了阻卖 不行啊 只能收拾具体人 但是你脱口秀是哪来的 脱口秀你们是从西方搞来的吗 啊 那就应该连根给你们除掉 这样才解恨 而且这也是最好的一个借口 另外你以为说相声的就容易吗 说相声这些年踩的那些坑啊 躲过的那些雷 你们是没看到 郭德纲为什么现在老实了啊 那不也是吃亏吃大了吗 啊 当年这个 上边啊 中央这个精神文明办公室啊 中宣部联合搞了一个通知 要是文艺范围内文艺圈要反三俗 反三俗 这反着呢 啊 郭德纲啊 又冒泡了啊 他是在德云社的小剧场里演出的时候 讽刺这个最新的最高指示啊 他还没有上电视 不敢以为啊 在园子里讲 不会流传出来 他说啥呢 他说 啊 我有杀儿子啊 老大叫庸俗 老二叫妹俗啊 老三叫恶俗 你看这种段子 这种段子传出来以后啊 被人写上了网 立马收拾他了 德云社有些点就给关了 啊 再想演出就不允许了啊 给德云社也造成了几乎是灭顶之灾 那 那人家老郭是见过世面啊 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馒头都多啊 人家赶紧啊 就收了啊 到后来就不再讲这些段子 也不再讲这些笑话 也不再讽刺 翻过来倒过去啊 就是鱼签他妈 鱼签他爸 鱼签烫头了没 鱼签抽烟啊 就是拿鱼签开涮 哎 其余的一概不了 你看人家 这不就没事吗 当然老领导还是比较啊 不迟瞎问啊 他训了我半个小时以后 也问了我两句 他说哎 这事如果在美国怎么办啊 啊 我说 美国 或者是在欧洲 在我所在的欧洲 这都不是个事 啊 讽刺瓦苦 本身 就是老百姓 茶余饭后 最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方式 啊 你别看美国整天自由民主 这些口号喊的这么猛 你到晚上11点以后 打开各个network 各种台 都是啊 低级下流 非常生猛的那些笑话 段子 在那些节目里 啊 这个畅通无阻 那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之一 同时啊 欧美这些人 他骨子里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要解构一切权威 政治权威 宗教权威 啊 肤色权威 民族权威 政治正确的权威 在那些搞笑秀里面 全给你啊 解构一遍 就是全给你把那个底括扒下来 啊 让大家看看 你们到底有多好笑 啊 这是这种艺术门论的特点 所以没问题 啊 所以没问题 另外 讲到这个后果 讲到后果 这种官司在美国啊 在欧洲 轻易打不起来 为什么呢 有两条 啊 第一 你像这种文艺创作 他首先是有这个 第一修正案保护啊 他是一个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 再一个 你想告他也可以 啊 想告他 你得满足几条 第一 你得证明啊 他主观故意 就是想侮辱你 啊 就是想侮辱你啊 而且这个侮辱这个词啊 这个 是一个客观标准 衡量的才行 啊 或者说侮辱这个词 不能啊 作为法庭判案的一个啊 证据 因为侮辱这事太主观了 你只需要证明他给你弄这个事 比如说诽谤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他到底给你造成了什么样的精神和财产损失 赔钱就行了 但是想证明你得量化啊 那你说他讽刺这个比如说有投票演员讽刺拜登了 讽刺这个川普了 你根本没法证明他给你造成了具体什么损失 你没法证明就没法赔偿 你这个官司就等于白打啊 等于白打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在这方面的官司实际上是很少见的 就是你的这个后果无法量化 但是在中国这个事变得非常的奇葩啊 你看疫情三年 他们给堵在屋里 车和拉萨都在屋里啊 打针吃药都在屋里啊 之后病也在屋里 死也在屋里啊 生孩子也在屋里 他们啊都没这么愤怒啊 都没有追究封他们的那些人 那些大白是不是合法的啊 有没有法律约据 也没有人到法院去起诉他们 结果这么一个搞脱口秀的 就是拿两条狗啊 开了个不嫌不淡的玩笑啊 整个国民愤怒成这个德行 说实话啊 这都是严重精神疾病的表现 这些人啊 就是要发泄啊 发泄的时候怎么办 柿子捡软的捏啊 就捏到了啊 李浩石啊 捏到了笑话文化头上啊 他敢捏他接到那个主任吗 他不敢啊 他不敢啊 接到那个主任 这个啊 骂他八辈子祖宗 他都在赔着笑脸啊 但是这些文艺工作者啊 最容易成为他们的把柄啊 这一点啊 全世界也都看在眼里 就是中国的笑点 怒点变得越来越低了啊 怒点太低 就是一不留神 他就生气了啊 就跟那个玻璃熙那个歌里唱的似的 哎呀 对不起呀 一不小心 我又侮辱了你啊 这两天那个台湾的驻美代表 肖美琴在华盛顿 搞一个大型集会 搞一个研讨会 他在会上发表感慨啊 说哎呀 我们现在台湾呀 不管干啥 那只要有动作 马上就会激动大陆 那他们的怒点很低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他说完他们说完以后 底下这些美国的这些啊 各界与会人士是哄堂大笑啊 这里面他们也看出了荒唐 也看出了幽默 当然今天的节目结尾啊 我要给大家放一个大料啊 报一个大料 是啥呢 这次举报效果文化 举报李浩石的是谁啊 那个微博号啊 叫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曼联球迷 经过我们多方了解 查证 这个老兄啊 叫李天福 留学是在英国谢帅德大学 这是为什么他说自己 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曼联球迷 在英国待过 但是看看他这个简历啊 给人非常感慨 啥呢 那就是那种对西方文化啊 尝过那个味道啊 一知半解 自己啊 又没法在英国 美国这些地方 找到份像不像样的体面工作 一头就扎回了中国大陆 去的地方还挺高大上啊 中央电视台 英语新闻频道 跟刘欣音的把傻逼 去当同事去了啊 那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 受的都是那种 垃圾式的大分式的教育啊 他到这以后啊 哎 他以为啊 自己还挺洋派 没事啊 听个脱口秀啥的啊 于是他就去听了 但是这种精神分裂 内外的不协调 想去听脱口秀 想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想证明自己还在英国待过啊 你看我回国还听脱口秀啊 但是听到一些野狗这种段子以后 他那个小粉红的 那个基因 又突然凸显出来了 觉得听了别扭啊 就开始举报啊 就开始搞人家 结果你看 今天终于让他如愿以偿 但是啊 李天福 这个孙子 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不会有好下场 因为你犯了众怒啊 什么谢芬尔德大学 这种野鸡大学啊 一看就是那种 在国内啊 他们啥也考不上啊 想到美国来留学啊 没有任何学校会收他啊 跑到英国 混了一年 你看2014到15年嘛 一年就毕业了啊 混了一年 啥也没学会 狗屁都不是啊 回到中国啊 一头就扎进了 装电视台 这种大分坑啊 就这种人啊 这种死变态 他的年龄段实际上 跟李浩石 跟House 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事件 他凸显了啊 说实话 就像紫阳同志说的 我们老了啊 我们唠了 无所伪了 你们还念情啊 同学们 你们还念情 我依然记得啊 赵紫阳在广场上 说的这些话 是将来的世界 就是李天福啊 对阵李浩石 看谁能搞得过 谁的一个时代 但现在这一局 是李天福他们胜了 是因为他们手里 有公权力啊 他们背后还有那些 头脑稀里糊涂 说话啰哩巴说 软弱懦弱 愚昧到极点的 那些老百姓 作为他们的后援 所以在这场里面 第一场 第一个回合 是李浩石 House 惨败给李天福 后面 如果李天福 还要持续这么剩下去的话 中华民族啊 真的就会成为一个 十分让人恶心的民族 十分低劣的民族 全世界有哪个社会 会把讲笑话 讲脱口秀的一个人 给搞成这个德行 剥夺了人家的工作权 是吧 剥夺一个人的工作权 难道不需要正儿八经的 法律程序吗 没有 另外还要对人家立案调查 要把人家 这个 踏上一万只脚 让他到深渊底部 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你说 这两种年轻人 代表着中国两种未来 你愿意做哪种年轻人 你愿意站在李天福的一边 还是站在李浩时的一边 观众朋友们 做出你的选择 做出你的选择 就像我最喜欢的哲学家 尼采曾经 说过的那句话一样 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不是你吃掉它 就是它吃掉你 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为了我们这张黄脸皮 能有一个基本的尊严 我们一定要跟哈奥斯他们 站在一起 对李天福这种败类 建一个灭一个 李天福是山东人 我一看是山东人 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发生这一切 那今天节目来不及了 太长了 我可能会放到后面几期节目 聊一聊 那为什么山东人 盛产李天福这种人 而且在山东的文化里面 德州人混了半天 能进中央电视台 留过鹰 那都是青年精英 这些地方 就是把大奋当成精英 这也是齐鲁文化 最奇葩的一点 下期节目 我可能要搞搞地狱黑了 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欢迎您给今天的节目 点赞打赏 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对最新的李浩时 这个事情的看法 精彩的部分 我会拿出来跟大家共享 谢谢您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